美国国庆前一天,美股三大指数齐创历史新高,今年全球地缘政治消息都很差,特朗普周围辽视斗飞,中美贸易科技战升级,伊朗情况紧张,这两天似乎在北极阳附近海底,发生了一些美俄潜艇冲突事件,据报道,俄方曾发射如雷,消息混乱,但俄方更或有死伤。 在松前,这事件已足以把世界推向核战边缘,但幸而普京是特朗普的私人好朋友,全世界所有独裁者都市,所以连市场都一点不担忧,全球宏观经济也不太好,虽然增长,但很多地区都在放缓,包括中国和欧洲,德国已在衰退边缘,跟汽车业结构性衰落有关。 最后,连美国某些经济数据,例如制造业PMI指数,都有转弱迹象,今年标普盈利前景也伐善触陈,最乐观的预测也无非增长2-3%。 较悲观的预期百分之零甚至轻微下跌,前景未明股债商品却大升,再如此充满不明朗因素的一刻,为何美股能够站在历史高位? 且上半年表现是20年来最佳的,更奇怪的一点是全球上升的市场和资产类别范围非常广泛。 防守性的IEIT和公用股固然升,但增长型的科技股表现也不逐,连EM新兴市场股市,绝大部分都是升的。 债券也一样,美、欧等国债都大升,美国十年债息跌回到1.95%,到挂愈来愈厉害,本应代表risk off,但今年高息债升得更多。 大中商品如铁矿跟巴西韦耶严重意外有关和石油都上升,但年黄金也在升,这不是经典避险资产吗? 升超过两倍,或与中国走资和Facebook计划,推出困难重重,但亦几乎肯定有不少人为操控,是否如黄金搬,必得磕,还是仍如两年前的大升浪时,今年唯一不升的主要资产类别, 反而似乎只有全球大部分大城市的房地产,例如纽约,伦敦,悉尼,多伦多,甚至非官方的真实意手上海和北京房价,香港楼市徘徊在历史高位已熟难得,今年整体投资环境远比去年好。 据说,去年唯一上升的资产是陈莲威士忌,对美信心高利好资产市场,我认为美股的强势,有三个原因,第一,说到底,美国人是非常爱国的, 他们未必全都喜欢特朗普,很多人不认同他的政策,但美国人仍然对美国前景充满信心, 尤其美国的最强项企业做生意和赚钱的能力。 今年美股升幅传来自市盈率扩张,再次升至约18倍,而非靠盈利增长,未必是好事,但正好证明投资者爱国之心, 美股升上可用爱国为解释,那么全球其他市场和资产呢?短期内美中贸易战暂时停火,肯定有帮助, 但最重要原因,当然是对联储局即将减息,和减慢QT即缩表的预期, 当然放水的央行何止美国,澳洲,印度和印尼等已正式开始减息周期, 中国虽没减息,但已多次降准和定向式放水级中小企,虽然欧洲才刚停了QE没多久, 但德国和法国的十年债息已重回负数,连意大利都只有1.6%。 早说过欧洲已错过或甚至从来没有加息的窗口? 感觉上,欧洲距离从启QE已不远以,唐拉加德掌欧央行欠货币政策经验, 欧央行ECB也正值换总裁之制,是欧洲最有实权的职位, 远比EU总裁重要也再换,本来德国有意争夺, 但近日突然宣布提名现IMF总裁拉加德, 这个选择可能不错,她既有知名度,有当年国际经验, 亦有从政经验,当过法国财政部长,选女士, 也有政治正确的好处。 除此,从ECB成立之始,EU已有个默契, 总部设在法兰克福,但总裁则因为非德国人, 以防整个欧洲被德国统治的感觉, 加上德国货币政策长期偏紧,未必适合经济教育的EU成员国, 既得欧诸四国吗? 似乎欧洲人没有中国人感情上那么敏感。 法国的ECB总裁,得以保留者传统, 新提名储局理事人选疫枪减息, 联储局人士亦有变动。 上次特朗普提名的两位联储局理事, 木耳和海恩,都完全不合资格, 最后都需要自动退出,今次提名的玉立和谢以顿, 稍微好一点,是姓母大学经济教授, 亦是姓路易斯联储银行副总裁, 主要资格指示特朗普的竞选顾问, 且支持不设实际,美元重回金本位, 但即使如此,市场仍认为这两位熟革派, 所以十年债息继续下跌。 在2015年竞选期间, 特朗普不停指骂耶伦被政治干预政策, 故意按低息口,制造股市泡沫假仗, 帮助希拉利选情, 特朗普是个切头切尾的伪君子, 而且是赤裸裸,非常愚蠢的那一种。 今天,美国经济比2015年时更强, 但他竟然厚着面皮, 每天大声疾呼联储局的百官不是, 不懂经济,不理民间疾苦, 也不帮手对付中国和欧洲等敌人的贬值手段等等。 他更经常恐吓, 发现无耻权力就研究把他降职, 如果美国经济真的如他所说那么好, 为何还要大幅减息? 应留弹药继续QT。 有些较急派的经济学家, 虽极憎恨特朗普, 但认为之前加息过快和过多, 所以赞成现在减息, 他反而担心联储局因被嫌疑拒绝减息, 因而导致衰退, 而有些人更认为货币政策应尽量积极, 要走在预期前面, 所以应该开始时大力一点, 索性减50点指。 我教保守, 认为美国经济仍然颇强, 应尽量保留弹药, 等到真正紧急时裁减。 我老土, 更赞成继续QT, 除储蓄弹药外, 也有诚信问题。 白南克当年定下QE与印钞的区别, 在于会否最后用QT回收钞票。 Powell当然坚持他绝不会被短期政治压力所影响。 一切都数据办事, 问题是即使他是讲真话, 不直接受压, 但无可避免, 他必受到间接影响。 原因是即使联储局仍未减息, 但市场预期已受到重大影响。 联储局的内部多指引, 中间预期仍是今年非得不加不减, 维持不变, 但非得其货市场现在显示本月底, 减息25点指的概率高达80%, 减50点指的机会20%, 意思即是减的机会是100%, 货币政策应神秘增透明反自博。 Powell可说自作业, 为了所谓增加透明度, 从过去的每两次会议举行一次技招, 改为每次会议都有技招, 原意是领导市场预期, 增进沟通, 避免误解所引起的市场波动。 我认为无此需要, 有时最有效的货币政策正是来自意外性, 保留一点神秘性反而是好事, 但现在倒过头来, 是市场预期牵着联储局被指走。 历史上似乎当市场预期达到8%, 联储局从未试过够胆违反市场。 前晚CNBC的一位嘉宾已提醒Powell, 去年12月, 他在一次演讲中, 仍企图扮鹰派, 暗示可能继续加息, 在演说的短短半小时中, 标普急跌了3%, 到年尾, 美股已跌至红市边缘, 所以基本上, 现在联储局的唯一决定是减25还是50点指, 珍可怜。